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亮起来 我是子倩 这集的节目呢 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社会局妇保科的专员 刘慧文来到现场 那我们先欢迎她 子倩好 还有我们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是高雄市政府妇女及保护服务科专员 刘慧文 大家好 今天呢 请到我们的专员来到现场 其实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妇女的福利 其实我觉得光讲妇女可能有点狭隘啦 其实她是整个家庭的福利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谈我们的 坐月子到宅服务 其实以往高雄 我觉得对于新生儿来讲 就已经有很多优惠了 不过现在优惠更升级 我们先让我们的专员跟我们说明一下 现在有什么样的优惠措施 高雄市政府在102年的4月 我们就已经推出了坐月子的到宅服务 那其实我们的新生儿家庭呢 一般就是有6000块的这个生育津贴 不过我们在就是刚刚我说的102年4月的时候 推出的福利二则一的一个选择 让这个新生儿家庭她可以选择现金6000块钱 或者是说选择我们免费48小时 价值1万2的这个坐月子到宅服务 就是从102已经做了一年半的时间了 对 那原本是不是没有包月啊 我们包月的服务是在今年12月才开始的 那其实也是因应这个产妇的需求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坐月子的传统的观念里面 希望就是产妇坐月子能够达到30天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接这个咨询电话的时候 就是发现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一个 要求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长一点 对我们就讨论出来说 那可以针对这样比较长的一个服务来推出八者的优惠 所以我们在12月份就正式推出了这个包月的服务 而且推出之后啊 其实是不是这个局长 他也有亲自去拜访一个家庭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局长在12月14日的时候 那到这个跨国婚姻的家庭 其实这对夫妻姓李 那李先生跟李太太 他们同时都是在美国学校服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会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坐月子服务 其实是透过我们这一本怀孕妇女亲善资源手册 的这个前面的广告 对 其实我们对才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广告 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坐月子的到宅服务 那也刚好我们推出这样子的包月服务 可以去让他们在这个坐月子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减少这个对新生儿照顾的忧虑啦 而且李先生他也说 因为他是美国人 他觉得说中国中华民族这样妇女坐月子的这个观念真的是 很好 非常的有睿智 对那像在美国的话 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样子坐月子很多产妇都是自己一个 对那很容易有这个产后忧郁症那透过坐月子服务 我们的到宅服务员到家里面去协助我们的产妇 也是同时也是陪伴他 那也帮他做月子餐 那家里的一些简单的处理 那也协助照顾婴儿的部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无形当中可以给产妇很多的支持 所以李先生跟李太太非常的赞许 对 因为其实生育过后的妇女啊 要担负的责任很多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烦恼 就是说母乳充不充足啊 又或者是 所以其实他们因为琢磨事太多 想不到自己到底要吃什么 所以这时候就是我觉得月子餐就很重要 要不然就是传统 比较传统的家庭可能就是破货 或自己的妈妈来帮忙进步这样子 不过有些传统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正确啦 对不对 他们就是说一定会说要吃一些补血补气的一些药方啊 那有时候补过头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不见得好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交给专业的来做 大家会比较安心对不对 对我们的坐月子到宅服务员 其实有我们有240个小时的训练 那这个训练当中其实有包括婴幼儿的一些照顾 然后坐月子餐的一些观念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怎么样做家庭的一些家事处理等等 这个都有请我们专业的老师来做训练 那经过受训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个考试资格的考试 那考过之后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平台来担任这样子的坐月子到宅服务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不只是就是说会送餐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的咨询吗 咨询服务的话可以透过我们的坐月子到宅服务平台 一个部分就是电话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服务员到家里面来 其实也是随时随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也提供产妇还有家人一些比较属于专业的一些观念 或者是说对健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目前的服务员大概人数在多少位 我们现在目前两个平台加起来大概有100位左右 那也经过这样子包月服务 我们的优惠就是 它是240个小时嘛 那30天的时间 然后每天8小时 所以是240个小时 坐月子包月的一个服务以外 刚才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可以福利二选一 就是说可以看是要6000元的红包 还是要这个1万2000元的补助 那讲到补助来讲的话 他们原价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说这个坐月子到宅服务 然后又可以补助到多少的金额 对那个包月服务的部分原价 其实30天240个小时是 全自费的话要6万块 那经过如果说它有符合这个生育津贴的一个资格的话 它是6万块扣掉1万2 那剩下4万8 那4万8的部分我们就是打八折优惠 所以是如果是公费加自费总共是要付38400 其实针对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新生的家庭 对那比较起来其实是还蛮划算的 因为我看人家去那种坐月子中心住一个月十几万 但是虽然他们是全天候的照顾啦 就是说可能是超过8小时的 但是那个负担就比较重对不对 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住得起 对其实我们社会局在考量推出这样子的坐月子到宅服务 也是希望说能够在坐月子中心之外 提供产妇一个更舒服 然后在家里面其实这样子的环境也是 是比较安心 对也是都很熟悉的一个状况之下 不是在医院里面就是 而且有时候在那个跟在家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家里面的人其实同样也是回到家里 也可以跟产妇就是生活在一起 对也不会说家里家人还要特别到坐月子中心去陪伴他 对 那这个道宅服务员到家里面来 其实就是提供一个贴心跟客制化的服务 那就是一个全人的一个照顾 包括产妇小孩 那我们如果说在家庭的一个 也是检疫的一个处理 所以其实对产妇跟家人有得到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说我们的这个服务员其实也可以提供很多 让家人一起照顾这个新生儿的一个 小知识对不对 对对对 那其实对产妇来讲他不会觉得只是个人对自己的负担 或者是觉得这个是女人的事 所以我们其实在性别平等的一个观念的促进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 而且我觉得第一胎大家都 人家说什么第一胎照书养吗 那第二胎就照书养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经验要累积的啦 所以是第一胎如果没有一些前辈啊 就是说可以给一些建议的话 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有人说什么小孩一哭就要抱他的话 这样子会有一拍习惯啊 让他就是习惯成自然 就觉得你不抱他就要哭 所以就是有很多我觉得是前人传承下来的一些知识 就可以就有藉由这个救服员来帮忙 对不对 我们的道宅服务员 针对这个我们这个平均的年龄来看 其实我们这样做一直服务也是一个女人帮助女人的概念 那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较中高龄的妇女 她有走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可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传承 那另外也透过训练也给予这个 这个中高龄妇女有这样子的概念 来协助新生儿的一个产妇 那我们的作业子道宅服务员的平均年龄 其实以50到59岁最多 那甚至我们非常有口碑的这个代表 她是大概60出头 其实是非常的经验丰富 而且就是非常的有服务热忱的一个到宅服务员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说透过这样子中高龄妇女 女人帮助女人的概念 让产妇可以得到在家里面的一个舒适 然后跟幸福的感觉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道宅服务员 这个中高龄妇女她能够开启她的二度就业的一个机会 另外在这个服务上她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是 得到一些回馈啦 所以这样讲起来居住在高雄真的是很好运啦 是怀孕的运 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中就很感谢专员帮我们讲那么多 就是关于高雄这次新升级的一个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下半段呢其实我们有去做了一些街头访问 我们等一下再请专员来听听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谢谢